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档案就储存起来 档案 储存档案 第一次存到你可以用储存档案 所以点选储存档案 假设我们现在就把它存放在自己的图解释简报 这应该叫做什么 卡片 卡片 然后我习惯会加个日期20170418 然后这是一个简报档储存 这我想没有问题 这大家都会做 可是我现在重点是要教你 如何把这样子一个简报变成播放档 别人快点两下去播放 直接看到是内容 档案底下有一个另存新档 请把它存成这一种 PowerPoint的播放档 在这里 PowerPoint的播放档 我们就叫卡片对取20170418 储存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两个档案的大小 这应该是很多人关心的重点 所以刚刚这边有一个简报档 简报档多大 8MAC 那是因为里面有四张图片 四张图片 你看一下第一张图片多大 这一张多大 858KB 那是不是就是大概1MAC了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张 其中一半都是图片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刚做好的另外一个档案 这样大概了解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重点是 别人如果说今天 我先把所有档案都先关掉了 现在我没有PowerPoint的档案 如果别人拿到这一个档案 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打开PowerPoint 对不对 好 可是别人如果拿到这个档案 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直接去播放了 所以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性质不太一样 差在什么地方 一个是直接播 一个是直接打开PowerPoint 让你编辑 好 这是特别要跟你分享的 所以当你今天要寄卡片给我的时候 应该是要把它存成PPSX 这一种格式 是PowerPoint的播放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来去把一个简报存成卡片 卡片